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11年的陈杰 每天的工作职责就是对进出口的货物进行开箱检查 根据海关申保单核对货物的品名 数量 价格等情况 当天上午 陈杰要查验的货物是一批并不多见的熏香和香奴 据报关单显示 上海的一家公司从日本进口了这批货物 上午先拿到了这条单子嘛 然后就按照以前工作的惯例 然后看了一下它的布控要求 品名 归类 数量 然后翻了一下书 对此票单证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然后就下去看货 当就是这个纸箱就外包装打开的时候呢 第一印象这个东西比较精致 在这批货物的报关员和两名武警在场的情况下 整体一层层地打开商品的包装 仔细地查看这批货物 它报关单呢 很笼统地报了两个品名 一个是熏香 还有一个是香炉 它的熏香是很精美的礼盒装的 它那个香炉打开以后是布面的这种绸缎 做的那个箱子 然后每个香炉里面都附有那个制作者的证书 所以这个东西因为一看就是相对比较好的东西 今年打开了几件商品的包装后 陈杰又对这批货物的报关单进行了核对 虽然品名和数量都没什么问题 但他还是察觉出这批货物有些异样 就看了一下他这个报关的提供的发票 他好像是报了八千多日币一套吧 我就有一个疑问 这么精致的东西价格怎么会这么低 虽然对这批来自日本的熏香和香炉 陈杰也比较陌生 但在查验岗位工作十多年的经验 还是让他敏感地发现了疑点 看书比较杂 所以对这个一方面他有一定的了解 有一定的认识 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它是 在自然介绍中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少 比较珍贵的东西 所以它的相对在市场上的售价会比较高 让陈杰深移的就是这套名为 香瓷点的熏香套装 精美的包装里是实际种珍贵稀有的香料 而在曝光单上 它的发票价格仅为8000日元 折合人民币500元左右 我们查验官员 他在对这个货物查验当中 发现它的规格型号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是怀疑到这个货物的价值方面 觉得它的价格可能有低保的嫌疑 我想印证一下自己的判断 因为像现在有很多他们网站上 有销售热线 我都可以打电话去问 它实际上销售价格是多少 回到办公室 陈杰立即上网 对相关的企业和商品进行了查询 然后一查 他这个经营单位 的确他有这个就是自己公司的网站 我就看到他这个网站上面 有一个销售热线 我说 我可以做一个就是那个消费者的身份 然后我可以去咨询一下 看看他到底是价格是多少 然后我就打个电话进去问了一下 喂你好 你好 袁牧师爷说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香吃点 大概什么价格一套 25万说 行我了解了 如果我有收藏意图 再跟你们联系 说到熏香 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 在一些影视作品里 尤其是古装戏里 我们经常会看到 室内摆放着这样精美的香炉 来焚香 上海无送海关 在查验时 发现的这套香吃点 就是用来放在香炉里点燃的熏香 其中有沉香 檀香等多种珍贵稀有的香料 在海关的报官单上 这套精致的香吃点 它的报官价格为8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500元左右 可是在国内 它的销售报价却高达25万元 同一家公司的进口价格和销售价格 相差了近500倍 这样如此之高的价差费后 究竟隐藏是怎样 不可告人的命令 取消一线 直击现场 一批不起眼的进口货物 一个让人生疑的报官价格 报出来的价格是25万人一度 我当时人吓一跳 一次例行的海关查验 一起暗指过议员的走私大案 走私分子呢 现在又来一脚 手段呢 也不断你的电话 积司案战 一线正在播出 自然这套香吃点的报官价格 和销售报价 相差了500倍 但仅仅这一点 陈杰还不能断定 这批货物肯定有问题 他一边向海关的相关部门 通报查验情况 一边稳住这批货物的报官员 因为他们报官公司 有报官员来陪同传言 但是我就是跟他说的时候 我并没有跟他说 就是那个价格问题 我说的是你的数量 因为有部分的数量 他是没有找到的 平民的嘛 比如说他的香炉 他的熏香 他有好几种 他有的在哪个箱子里 他没有找到 我就跟他说 你有可能数量员的问题 陈杰告诉报官员 下午再来仔细核对货物的数量 可有些反常的是 这批货物的货主 竟然主动来到查验现场 这更加引起了陈杰的怀疑 报官员 他估计联系了 就是委托他报官的这个货主 跟他说了这个情况 海关认为你这个数量有问题 你是否能提供清单 然后他下午就自己过来 如果客户对自己的货 就是很肯定肯定没有问题的话 他一般是不大会来的 下午的查验过程中 陈杰接连开箱检查 制作精美的香炉和熏香 让他感到这些商品应该价值不菲 而报官单商的价格却普遍较低 先不要引起它价格上的重视 如果引起它重视 它有可能就是会回去 比如说把它的证据毁灭掉或怎么样 但我不能就是引起它这一方面的重视 所以我只能避重就轻 一直强调的是它的数量 点不清 查验过程中 陈杰也在暗中观察这名货主的反应 种种迹象表明 这批货物肯定有蹊跷 他的眼神比较漂泊 他跟你说话或者什么样 他都不怎么看着你 反正给人的感觉 就是这个人不是很实诚的一个人 这在货主与陈杰再次对这批货物查验的同时 吴松海关的鸡查和鸡司部门 也已经对此事展开调查 我们通关查验鸡查鸡司各个部门联合出击 共同分享信息 在第一时间展开分析展开追击 以往我们接触到一些日本进口的商品 它是发票上面品领是很多的 但是它的报官的发票上面 只有一类或者两类 单价固定然后建树很多 直接沉下来就是一个总价了 这个的话对于一般性的日本贸易公司做贸易 我们觉得这个有为常理 吴松海关鸡查科的工作人员 立即调取了这家公司进口货物的情况进行分析 因为很多数据包括单证的申报 海关工作人员调查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这些商品在国内不是非常普及的大众商品 所以我们海关对这些商品的认识和了解 也有一个过程 同时这些货物因为它的价值又比较大 它的规格以及它的材质的不同 生产自主供应的不同 都会导致它的价格差异非常大 所以海关在查击这块 我们必须要掌握非常丰富的知识 对它来进行租票的按照规格 按照型号 按照材质 来进行相应的分类来确定它的价格 外卫调查发现 在上海的一些商店里 类似的香炉和熏香都价格不菲 在查验时发现的铁壶 在商店里售价大约在一两万元 一些香炉的售价高达十几万元 我们又对它的市场情况 进行了一下分析 那么市场情况的分析 也就是说更让我们吃惊 那么市场的零售价格 和它向我们海关申报的价差 最低是在十倍到十五倍 最高要达到六十倍 甚至于一百倍以上 种种机场表明 这家外卫公司 这人以抵报价格的方式 从日本走私高档香炉和熏香 在国内销售 它虽然向海关申报 但是它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要素 没有如实地向海关申报 比如说价格 比如说商品编码之类的 从而达到它偷逃税款 逃避海关监管的这样目的 那么这样的行为也构成走私 那么我国走私普通货物构成形式标准的 如果是犯罪主体是单位的 那么就是以二十五万元人民币为起行点 如果犯罪主体是个人的 那么就是五万元人民币为起行点 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 基茨民警立即对这家公司展开行动 企业负责人注锚 见事情败露 也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你们公司进口的什么熏香香炉 化妆小工具什么东西的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现在不是插手地爆吧 地爆的 为什么要向海关地爆 地爆就是因为 那个公司业细不太好 虽然犯罪嫌疑人注锚 口口声声说 是因为公司业绩不好 才低爆价格进行走私 以此来逃避关税 但实际上这只是借口 谋取其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 才是他铤而走险的真正原因 低爆的目的 还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利润 它低爆的价格 它的成本就低了 那么在市场上同样销售 同样的货物的话 它的价格可以比竞争对手低一些 那么它就有销路 而且有销量 这个东西它对它来说 它就卖得出去 调查发现 犯罪嫌疑人 附某经营的两家公司 都涉嫌走私 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逃避海关的监管 如果它长期的以一个公司的名义来进口货物的话 它的进口的素质比较容易引起海关的重视 如果说它以多家企业来进口的话 那么它的量就分散了 那么这样便于它逃避海关的监管 达量证据表明 柱毛经营的两家公司 通过制作假发票 低爆价格的方式 大提走私进口 高档香炉和薰香等文丸商品 按值1.08亿元 共计偷逃税款2150万元 它的按值的巨大在于哪里呢 由于它低爆幅度的巨大 导致它的实际的价格 与申报的价格相差特别大 从而导致它的这个按值啊 税啊也有特别的巨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国内生产的大众商品 性价比越来越高 走私常见的大众商品 已经无力可图 走私团伙也逐渐把目光 转成了国内外差价大 利润高的小众商品 对于这种 受众变小的 而且又是属于一种 奢侈品 高端消费品的货物的走私 势头越来越厉害 有这样的需求的存在 那么导致现在有这样一个趋势 这些方面的东西 本来就利润很大 因为本来它就没有 很标准的参考价格 没有很标准的参考价格 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那么这就导致 它更加能够有这方面的手法和底气 去走偷逃税款的这些手法 随后上海海关又继续深挖案件线索 将其锁定上海真万商贸有限公司 等三家企业 同样以低高价格的方式 走私进口熏香香炉等文满商品 那么整个案子我们常活下来呢 一共涉及到是两个团伙 五家企业 总的案子是约1.5亿元人民币 通道税款是超过3000万人民币 走私分子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狡猾 手段也不断地在变化 可以说他们也在研究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个海关对这个打击走私这个任务的完成当中 我们也就要不断地去适应这种新的环境 我们要不断地掌握走私分子新的一些走私的手法 以及走私的特点 走私熏香和香炉 这是我们并不常见的案例 因为提起走私 人们常常会想到的是汽车和电器 其实随着海关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 前人现在已经很少大批量走私这些惹眼的商品 转而另辟蹊径 而他们的作案手法也从原来的不向海关申报直接闯关 改为了谎报品名低报价格来逃避关税走私商品 针对这一情况 各级海关的价格信息部门也在不断地加大监管力度 从报关的源头寻找走私的蛛丝马迹 他们被称为海关内部的物价局 他们是海关基斯的情报站 报关单上的小数字 引出走私摩托车大案 基斯案站一线正在不出 海关总署上海商品价格信息处 其前称为上海海关省价办公室 很多人把这个部门形象的比喻为海关内部的物价局 我们价格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针对口岸进出口的货物 涉税的进出口货物 做一个完税价格的审定 价格是完税的一个基础 主要的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维护一个贸易的公平 维护国家税收的安全 每天审核成百上千条的价格信息 对于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 早已习以为常 在海量的信息里 他们要找出海关申报单上的价格漏洞 价格它是一个活的东西 如果我同样的一个杯子 我可能是一块钱的 那也可能是十块钱 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一块监管不严 那就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漏洞 而且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 或者不罚企业来说 它实施起来也非常简单 它只要更改了商业发票 它就可以实现满片的 满片海关的一个目的 对进出口商品价格的严查严管 也使价格信息处成为海关机司部门的重要情报来源 今年1月20日 工作人员在对一批进口摩托车的曝光价格进行审核时 发现了问题 我们就发现有几家贸易公司 它向海关申报的价格 这个明显偏低 这个明显偏低我们怎么发现呢 比如说我们发现这家公司 它向海关申报的宝马的1600cc的排量的 这个型号的摩托车 它的申报价格居然比宝马公司 就是宝马中国自己向海关申报的价格还要低 安全线索被移交到上海浦江海关机司分局后 机司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在涉案的贸易公司 民警见到了大量高档摩托车 设计的品牌啊 主要是宝马 本田 哈雷 这些大家都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 根据那个客户的订单 来进行下国外去下订单的 所以它每次进口的量不是很大 最多的也就十几辆 一般可能两三辆在进行保管 所以它这个就隐蔽性比较强 面对机司民警的到来 公司负责人表现得极为坦然 承认自己的公司手法经营 不存在任何问题 他认为自己与外商联系是自己联系的 那么自己改地刷票 然后不会被发现 但是讲述是你 摩托车它本身是 它高价值高税率的商品 这摩托车它的税率 基本上达到了70% 单辆的摩托车它的价格都比较高 基本都十几万以上 高的要达到四五十万这个价格 所以它如果说低报的话 它产生的利润空间就会非常的大 非常有诱惑力 机司民警注意到 一款正在销售的摩托车 报价四十多万元 而正是这一型号的摩托车 在进口时 企业向海关申报的价格 只有一万两千美元 这和人民币不到十万元 三十多万元的差价 显然不合常理 我们也进行调研 这个价格的话 应该也是国外的大的品牌商 对它的一个市场的指导家 只不过这些代理商 他为了追求自己的利润的最大化 他去实施地低报 低报了以后 就是本身代理商 可能给他20%到30%的利润空间 他也想办法拉到40%到50% 所以从这点出发 他才去实施地走势 所以说这个我们打击走私 实际上也是规范我们的技术和秩序 调查表明 这家公司涉嫌低报价格 走私高档摩托车 警方随即对这家企业进行了搜查 并发现了大量证据 外商的发票还过来以后 它不是按照外商的发票 直接以原始的价格 真实的价格向海关申报的 他们是自己在做一套 在制作一套 假的报告单 假的发票 相单 这些东西 价值偏低的 假的发票 然后向海关申报 那么相应的话 税款也就少缴了 这样他们降低成本 警方查获的证据显示 这家企业多次以低报价格的方式 从欧美走私高档摩托车 到国内进行销售 并且低报幅度巨大 达到了70% 也就是70%的车价 它隐瞒了 向海关申报了 只有它真实车价的30% 是这么一个幅度 所以非常的紧张 再加上它是高税率 博德车的税率 综合税率达到70%左右 所以它当中产生的利润差距 就非常的大 通过线索深挖 警方又相继锁定 另外三家企业 涉嫌走私高档摩托车 一举打掉了一个 从国外走私摩托车 在乎销售的犯罪网络 一共立案四起 抓获协议人6名 涉案的摩托车的412辆 整个案子达到了8300万左右 这个偷逃的税款 有1580万左右 应该说从这个数据来说 和我们以往的进口商品的 低报价格走私案件来比较 这个也算是比较重大的案件 犯案过程中 民警发现 犯罪嫌疑人都明知 向海关低报价格进口摩托车 涉嫌违法犯罪 但在暴力的诱惑下 仍然心存侥幸 企图蒙混火关 这个直播是 偷逃一点税款的问题 然后想不掉税款 就了事的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说 它对于海关关于走私 这块的法律法规 可能不是特别的明确 对于走私的一个定义 它不是很清楚 但是的话 根据法律规定 在我国 然后在进口环节 逃避海关监管 然后偷逃税款 事物巨大 那么的话 就构成了走私犯罪 近年来 通过低报价格的方式 进行走私的案件 逐渐增多 海关也在不断加大 对此类走私犯罪的 打击力度 低报价格的案子 本身这个也比较直接 马上就可以产生利润 其他绕关闯关 我们实际上 从现在的规范次序来说 我们越来越规范 口岸的监管率都越来越大 如果要闯关绕关的话 难度非常大 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这样的口岸 基本上 不大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它 直接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低报价格 所以我们近几年 做的重大的案件 绝大多数都是 低报价格的案件 除了国际贸易监管 旅客检查通道 也是海关打击走私的重要阵地 在出入境的口岸 海关都设有这样的旅客检查通道 这也是普通大众 接触最多的海关部门 旅检的官员 会在这里对通关的旅客进行检查 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有一些走私分子也隐藏其中 企图浑水摸鱼 通过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 来进行走私犯罪 人流如潮的海关旅检通道 两名行迹可疑的入境旅客 海关官员如何看出破绽 经理箱中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机司案战 一线正在播出 2014年1月28日下午2点多 此时正值国际航班到达的高峰期 多架国际航班陆续降落在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机场海关的旅舰通道上 如潮的人流正在有序地通关 浦东机场全年的国际旅客 进出行量达到了两千余万 那么平均下来 就大概每天在五六万左右 每天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 不同航班上的不同人群 对他们进行一个有规律的判断 可能会大大的加强自己的工作效率 当时值班的旅检科官员 分布在旅检通道的周围 仔细观察着特别通关的旅客 旅检的工作大概分为以下其类 比如说大量的奢侈品 如果没有海关存在 大量的奢侈品以机架 就是进入中国市场 那要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第二呢 就是比如说枪支毒品 一些包括一些非法的动植物制品 这些严令禁止的 如果没有海关存在 这会也一样会 就是非法进入我们国内 在数以千计的旅客之中 他们要通过观察旅客的旅址 神态以及行李等情况 发现问题 你要知道现在有几个航班 当一个旅客走到你的面前 你要判断出这个旅客 从是从哪个航班到达的 从从什么地方来的 甚至判断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 从而你要联系到当地国家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我们的象牙走私品 象牙这个象牙走私 它就大量来自于非洲 甚至一些东南亚 就这些地区 人群之中 一男一女两名旅客 引起了旅检官员的注意 当时共两人 形容一个女性是先先行出关的 在她出关的过程 我们明显察觉到她的神情紧张 有一些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已经是进行了先提的盘问 林林女士称 她在等待同伴提取行李 旅检官员发现 她的南京同伴更加异常 这一个当时 因为她是独自推着行李出来 她大概带了四个大行李箱 这对于一个普通的旅客来说 是不太正常的 因为行李大家都知道 有限重的 超重了要交钱 你除非是带一些特别其他的东西 普通的衣物不可能带有那么多 普通的行李物品没有那么大量 它肯定是带有其他东西的 海关工作人员 随即对这名旅客和她的行李进行了检查 先检查她的护照 然后通过对她进行了简单的查询之后 就对她行李进行了过击检查 过击完之后 凭我们的经验 就基本判断出应该是动植物质品 就基本可以判断出是象牙 然后我们为了进一步确认 就对她进行了开箱检查 付出旅检官员所料 经理旅客的行李箱里 装有大量象牙及象牙制品 当开完第一箱 就是满箱的象牙 我们就感到有点震惊 然后最后每个箱都打开之后 整整装满了四箱的象牙 那我们它的量已经超出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立案的标准 它有整根的象牙 有截断的象牙段 还有那个一些象牙制品 比如说梳子啊 手镯啊 项链 由于数量巨大 浦东机场海关机司风局的民警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被海关工作人员当场查获 犯罪嫌疑人杨某 对自己涉嫌走私的犯罪事实 供人不贵 男性人当时人是称 当时在尼泽利亚他做生意 尼泽利亚的外商欠他了一笔货款 但是那个外商付出这笔货款 所以那个外商就以象牙作为抵债 给了这位男性的犯罪嫌疑人 那么男性犯罪嫌疑人拿到以后 他是准备拿到国内来销售 象牙在我们查击过程 倒是经常能够遇到 但平时都是一些小量的 也没有这么大量的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 没有碰到我这么多 包括有一些同事 工作数十年的老同事 也没有见到数量这么大的 经过清点 杨某共携带完整象牙发根 象牙制品和象牙段192件 这也是上海海关继续为止 在旅检渠道查获的最大一起 走私象牙案 因为是存在国内外的价差 在国外这些象牙制品 有可能价格很便宜 但是它带回国内 摇生一臂这些象牙制品 就是变得价值很高 因为在国内有象牙地下的 黑市交易 现在这个象牙价格也 炒得越来越高 那么既然有那么高的价格差 在这里面存在 那么这个利益就会驱使 很多人把象牙带回来 销售牟利 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回国之前 他就说朋友 四处打听象牙的销路 尽管朋友也进行了劝阻 但他还是想通过走私象牙 发生一笔恨财 你的微信纪录影员 曾经有朋友发了 中国广州那边 销售了6.1吨的象牙 你怎么不压他 我说反正这种东西 又不是杀人放 我说毒品 别人做毒品的都有 我这个又不得干 毒品都有人敢做 我为什么不敢做 那为什么敢做呢 为了什么呢 我现在反正就没钱 这些东西 能够卖卖这些钱 也就是说 这个算钱了 对吧 我还看到你一个朋友 跟你说 这些东西是犯法的 对吧 你怎么回答他呢 陷东西 付贵陷东西 什么意思 就是反正要挣钱 只能够冒钱 今上海市野生动植物 鉴定中心鉴定 羊毛走私入境的象牙 及象牙制品重量 共计49千克 价值404万元 暴力的诱惑 让羊毛决定银而走险 准备带回来干什么 准备有人要的话就卖 准备是卖的了 有卖银 卖掉一部分 自己放一份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象牙 带起来违法的 违法是知道的 知道的 那么知道了违法 为什么还带呢 你怎么想的呢 就是运气好 说是没事的 运气不好的 运气不好 说这个牧师 要么消税 当民警告诉杨某 他因涉嫌走私 珍贵动物制品罪 要被刑事拘留时 杨某才心生回忆 没想到会那么严重 要进判处所 很多人都是以为 就是以前比如说 带过一两次 很少的量 没被查出来 那么他们就胆子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带的量越来越多 那么随着他们带的数量的增长 就会触犯 我们国家的法律 非法协议像是进注镜 少量微量的 做罚目处理 进行批评教育 大量的要 如果达到力量标准 我们就做 进行刑事力量 或者行政力量 做进一步的处理 旅客如果需要携带 象牙 金牛角等 珍贵动物制品出入镜 一定要取得 相关部门的许可 应该是先去 国家宾威 动作管理办公室 去那边申请 一个进口 携带的许可证 那么办出这个许可证以后 凭这个许可证 带上你的珍贵动物制品 就可以入镜 否则如果没有这个许可证 携带入镜的话 就是违法 因为各国法律的不同 如果旅客在入镜时 携带了一些 在其他国家购买的 珍贵动物及其制品 但不清楚 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的话 应该及时 与海关工作人员 进行沟通 吃不准这东西 是不是触放 我国法律规定 那么它在入镜的时候 应该主动去向 口岸的海关 去向海关工作人员 声报 主动声报 我携带了这些 动物制品 然后由海关工作人员 来看 检查 这些东西 是不是属于珍贵动物制品 或者是 是不是需要留下来 做进一步的鉴定 如果它主动声报 那么它就不存在 是有涉嫌走私的行李 2014年第一季度 上海海关 同意让各类 走私违法 违规案件 650起 案值 32.28亿元 案件数和案值 同比增长 28.7% 36.7% 涉嫌金额 同比减少 34.3% 在我国的刑法中 走私珍贵动物 珍贵动物制品罪 是指违反海关的法规 逃避海关监管 非法 携带 运输 邮寄 珍贵动物 珍贵动物制品 禁出境的行为 刑结较新的 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刑结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财产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出国旅游购物 那在此还是要提醒大家 携带此类物品入境时 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 相关的法律法规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晨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